跟你说话呢 你个老婆死的 林小棠 你敢打我你 你敢对一个老人斗手 我报警抓你都不过分 你怎么了 Uncle 林小棠 他无故殴打员工 你赶紧把他给开了 经理 是张明他在这儿侮辱顾客 我才过来制止他的 那我刚刚听到你说 你要报警 怎么 当两天的小棠 就翅膀阴了 趁回火了 你别忘了 在这里啊 我是负责人 经理 您是在向我施压是吗 我来这里上班第一天我就知道 要以平等的眼光 去对待每一位客人 而不是像他这样 以貌取人 这里是销售中心 我是病男生 没钱吃饭呢 自己找 爱心的结构 别卖成败的我这里 你要他 你要是想继续干 趁早 捡垃圾袋 把人给我送走 你这是包庇 你们就喜欢看人下菜碟是吗 来了个有钱人就装得跟个孙子一样 捡垃圾的老人 你们就对他百般刁难 你们怎么不放心啊 嘿 这哪比得上林小冠有本事 这上到八十 下到二十 只要是男人 没有你拿不下来的 厉害 来来来来 大家快来看啊 他急了 他急了 像你这种这么没有能耐的男人呢 也就只能成口舌之快了 尽管跳脚 尽管骂吧 反正呢 你这个人每个月的业绩 还没有我的零头多呢 一骂两句 我就当听听狗叫了 我就当听听狗叫了 你 你要他 你怎么说话呢 要我闭嘴是吧 我偏不 这个活 我不干了 大爷 我们走 姑娘 咱不跟这种人置气 不就是房子吗 爷爷 买得起 我要两套别宿 全款 刷卡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别墅 全款 对 还刷卡 没错 你当这房子是纸糊的呢 别嘴 爷爷 我们这的房子可贵了 要比你想象中的 要贵很多很多的 没事的 老爷子 你确定 剩下套别墅 当然呀 老年 保健 你怎么不去牧原里去看 张鸣 你别太过分了 你家里没有老人是吗 你没有老的那一天是吗 你最基本的功能心呢 你欺人太深 等一下 你是周振国 没错 Mak seeing you 寻找我 心理不合乱 你老的那天是你 你太深信了 你挺想伤了